大家好,我是一心 今天早上我在头条这边刷视频的时候呢 刷到了一个文章 我给大家念念 这个文章的原文 是一个在淘宝做电商 做了十年的老电商人 他自己发的一个感慨 他原文是这样说的 他说,今年的淘宝 真的是让人头疼 十年的老电商人了 今年真的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上活动没有任何流量 直通车也没有任何有效的点击 坐着等死 生活都无法继续了 之前我们一个单品打天下 每年直通车的广告费用高达20多万 但是日子过得一时无用 去年又投了个门面房 一下子就回到了解放前 负债了 今年心想啊 再搏一把还掉银行的贷款 就可以又重获天日了 可谁承想呢 今年一开始我们就直通车 投了几万块钱都亏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效的点击和购买 然后我们就把直通车停掉了 9月份的时候不死心啊 又投直通车 钱是花掉了 没听到一点响声 一晃大半年过去了 今年再剩下最后两个月了 做了十年淘宝的老电商人 转行都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淘宝 这就是一个干了十年的老电商人的 一个真实感悟呀 现在回过头来看 大家还认为 当年那些打败了实体门店的那些 互联网的那些弄抄儿 电商 互联网电商 淘宝电商 他们是幸运儿吗 未必 因为自从我们开始有了这个互联网经济 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更迭呀 它这个速度太快了 它不是像之前我们老一辈说的那种 30年河东 30年河期 这两年啊就是我们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啊 可以说是几年啊 甚至又到了这一年 时代这个进步啊 如此的飞速 有可能让你一夜之间 你醒来的时候 你就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个新的一个认识啊 甚至你都不认识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当我们刚刚学会互联网购物的时候啊 然后已经有直播卖货了 对不对 当我们开始慢慢的适应去这个直播间里面买货的时候 现在又出来什么呀 叫虚拟人美妆带货了 大家有没有去看啊 抖音出来一个叫柳叶熙的 然后他现在开始 他是虚拟人智能人 他开始带货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开始说啊 研究他这个口红的嗜好是多少了 对不对 如果你的这个历史和你的这个理念啊 跟不上这个时代发展的这个啊 这个进度的话 你被时代抛弃啊 是极有可能的 所以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的话 你学习能力和与时俱进的能力 对你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永久的一个立足之地 意义重大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继续来捋一下啊 就是今天啊 为什么淘宝越来越弱啊 甚至说他的市场份额在慢慢的萎缩 而现在目前来说拼注的越来越强大 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随着互联网经济这20年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啊 当年阿里巴巴快速壮大以后 他又成立了这个淘宝 是吧 淘宝可以说成功的改变了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习惯 从逛市底店买东西啊 逐渐的开始习惯去淘宝买东西了 逛淘宝好像成了我们休闲娱乐一个常见的一个项目 几亿老百姓的一个消费习惯的改变呢 然后也让淘宝这个平台啊 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商业利润空间 那几年很多人可以说啊 就轻而易举的在淘宝这边开个店 就能赚钱啊 赚钱太容易了 但是呢 却出现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 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假货 就是烂货太多 很多人一次冲好 但是卖货呢 却呼呼的卖 但作为这个官方平台 他根本就不怎么管啊 可以说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啊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小伙伴啊 他发的一个视频 他就讲述了 说他的这个一个朋友啊 然后就卖那个就是高仿的那个哭泣 那个这个眼镜啊 然后这个标题都怎么打呀 说这个百分之百真货 以假赔食 什么这个发现假货死全家 这样的一个标题 原价一千两千 两千三天的 在这里全店啊 全卖99块钱 卖的呼呼的 前期可能也收到了 很多客户的这个投诉啊 因为这个产品质量太差 但是平台他为什么不管呢 因为这个老板卖的好啊 他这个生意好 他赚钱了呀 然后他在外边一宣传 就有更多的人愿意 加入的这个平台 当中来做这个卖家来卖货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 对平台本身来说 加入的越多 然后他就会更多的这个机会 推出这个叫 这个直通车 然后去卖广告 而等于买家这边来说的话 他也习惯了啊 就是淘宝有很多的这个假货 甚至我明明知道他是假货 我只要觉得他便宜 一个虚荣心 然后一个爱占便宜的一个心呢 然后就促使他 然后还是继续回去买 但是他学会了在 万千个这种淘宝卖家当中 他去比较去权衡 谁家的更真实一点 谁家的更便宜一点 谁家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他就会去选择谁 随着加入的这个淘宝平台 来做卖家的这种电商啊 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产品呢 又参差不齐 他们为了这个西化管理呢 又推出了这个天猫店 天猫可以说这十几年啊 屡次啊 为这个淘宝啊 创造高额的一个交易 我看去年的一个成交交易金额是到了四千多个亿 好像曾经我听一个所谓的专家也分析过啊 就是这种互联网寡头啊 只要他在这个行业里边啊 他占据了这个主导位置 很难有人再去跟他抗衡和竞争啊 但是呢 就是各自占一块领地 你像京东吧 他定位就是全部真货 然后以这种家电和电器为主 慢慢的他现在也在就是扩充他这个范围 那你像唯品会吧 就专门卖一些品牌的女装 然后现在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拼多多 互联网这种新杀里边 他还是非常成功的 他定位呢 就是9块9 就是大量的这种低层次的这种产品 你淘宝不是为了 然后区分这种高低产品 然后你做了一个天猫店嘛 对不对 这些这个低层次的这产品 好像就成了一个 不受你宠爱的这么一个人群了 那好 我把这些人群全部都拉过来 这些电商呢 就呼呼的加入了这个拼多多这个平台 而拼多多的发展初期啊 确实是用一些极力的价格 然后吸引了很多这种中低端的这种消费人群 比如说用9块9 或者1块钱或者2块钱 当然有很多可能因为这种低的这种 就是消费价格被吸引过来以后 有可能觉得上当受骗了 觉得不是只有一块钱 或者说只有9块9啊 人家有可能只是拿出一个产品 一个单品来做引流 但是极有可能是他赔着钱在做引流的 他主要是靠其他的这种产品 来给他盈利的 这就是好像被套入了一样 但是却因为哈 你很多很多客户经过比较以后 觉得同样一个产品 在淘宝上买啊 确实是比这个拼多多买这个 这一个产品呢 价格要高 所以大家呢 就都选择了哈 就是删除掉这个淘宝 以后买东西呢 都习惯来这个拼多多 随着这种客户的认知 逐渐的改变 很多的这个商家呢 也被迫来到这个拼多多了 但是拼多多他的这个经营理念 和淘宝不一样啊 他是先要优于哈 这个就是客户 这个买家的这个消费体验的 比如说吧 我们在拼多多这边买了一个东西 觉得非常不喜欢 你想退 那是秒退款的 你只要点退款 基本上这个钱 就可以立反了 对吗 但是你在淘宝呢 你就没有这样的体验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他有一个亲身的一个体验 就是前段时间 因为他非常反感这个拼多多 这种掠夺式的这种 就是抢夺哈 他非常反感 而且拼多多呢 经常挂各种链接 各种广告 各种推销 还有各种红包 他反感极了 所以他就自始至终 他就不喜欢拼多多 但是前段时间 在淘宝买了一个东西 买错了 他想退款 但是那个东西 因为价值很高嘛 价值800多块钱 他点退款的时候 淘宝商家居然给他选择 拒绝退款 他没有合理理由 我就是买错了 我想退款 但是这个时候 好像这个淘宝的这个卖家 就感觉 好不容易递着一个客户呀 就死死咬住不放那种感觉 然后他给这个商家呢 也点了差评了 也找了这个淘宝客服呢 也介入了 都不急于是 直到这个东西 在第八天的时候 才被系统 就是到了时间 给自动退款了 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呢 就这个淘宝这个印象啊 然后极大的打了一个折扣 也就是说在 这个拼多多逐渐完善 和逐渐壮大的这个过程当中 相比较而言的话 然后这个淘宝啊 他的这个售后服务是跟不上的 他给客户的这个购买体验 是跟不上的 再加上他这个 就是这种购物整个的流程 他这个便捷性 他是跟不上的 相比这几个环节 拼多多已经完胜了 所以说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老百姓觉得哈 在拼多多也可以买到啊 就是因为他这个商家越来越多嘛 产品肯定是他这个总体质量 它是越来越高的啊 它也会慢慢的形成一个 也有高层次的 也有低层次的 这样一个消费品类的一个层次出来 所以大家越来越放心 在拼多多买东西 而且越来越习惯在拼多多买东西 不光是买一些 就是中低端的一些消费日用品 也有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呀 大的家具 家电 都有可能在拼多多买到 更只有价廉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 已经慢慢的开始 平气掉这个淘宝了 所以我认为哈 就很多人在这个 我刚提到这个 就是十年的这个老店商人 他发的这个文章底下 这个评论 说的是有道理的哈 就是说什么呀 说这个 在这未来这几年之内哈 拼多多一定呢 是有可能干掉这个淘宝的 那么拼多多他完善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呀 他就是利用了我们大部分老百姓的这种想赚便宜 想买更便宜的东西 这样一种心理 就是想花更少的钱买东西的这样一种心理 而这个现在目前来说哈 拼多多这条打法呀 我看着已经又被很多其他的资本家哈 就是已经在开始效仿了 我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 看到一个叫什么陶特的一个网站 一元买一个锅 什么一块钱买一个手机 这样的广告又开始出来了 就好像是在频繁的给我们老百姓洗脑 而资本家的想法是什么呀 把所有的这种就是大数据 大量的这个人群 拉到我这个平台上来买东西 我不是说靠我卖东西 这个赚的这个利润差 然后我来盈利了 只要是大家都来 我有了一定的这个数量 我卖大数据 我就把这个大数据 我卖给其他有需要的这个平台 他也赚钱 他甚至有了这么多人群的一个数量 一个技术以后 他可以打包上市 对不对 资本家的想法 和我们传统这种 这种生意的这种想法 就是说我进多少钱 我卖加上点利润 我卖多少钱 已经完全不是那种思路了 那这些商家到未来 又会被什么样的一个平台给打败呢 我觉得以后啊 这种就是虚拟 虚拟人物啊 就是人工智能时代 这种智能人啊 有可能会是打败这种 就是资本家的 这种这套玩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一个群体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假设 对不对 如果大家 如果你们觉得有不同的看法的话 欢迎大家呢 在这个评论区说说你的观点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未来 我们在这个就是商业的这种巨变之下 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自己能让自己立足的一个机会呢 我们也一起来探讨一下 好今天我们就说这么多吧 我是来自大自博的一行 喜欢我 别忘了点关注 我 我 感谢观看